2014年去學教科 但是到81年 我這裡慢慢走到這條路 我是透過比賽去中間 中間有三個中間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就是不用選擇 但是不用選擇就是說 你要怎麼去拓展 拓展就是說因為我921後 我聽到李高雄一句話 他說人生就發動做一件的事情 做到晚晚 人生就沒有遺憾 但是我又聽到張小燕一句話 他說人生都不用做 我們有多多舞台 所以現在我發一個音 我說我七十人要做一件的事情 要怎麼教我的 做拼拼拳、生招 到現在才會給我做一九 因為我覺得是說有緩到有動力 那動力就推了 我們往前一直在前進 所以在這個環境就是說 因為那個觀念帶到 我的寫命不一樣的呈現 我是這樣啦 我們一個雕刻品 大部分是用剪法的 那就是那個剪法就是說 一批盒啊 他要剪到他的冷度 就是說有一些柔軟度 讓你看到 感覺那個東西就是比較真實 但是問題就是說 這個東西就是有時候是說 我們普通就是說 我們台灣人就是愛的是 發財富貴很假青的東西 但是人生不一定是這樣 人生就是要有一種切線的綿 來帶動 配合一個那個 比較發財富 那個盛開的東西去配合 還有小昆蟲 整個畫面它就看起來就很生動 真實是 對 我們雕刻的東西 大部分是用剪法 一般圍斗的那些是加剪法 但是雕刻的東西它是一種剪法 所以他說起來比較困難 他說起來比較困難 他說起來比較困難 因為你一批盒 要讓廣告的生動 要發很多那個工 參加那個想法 要想法就是說 因為我們台 台有一種那個營業 那個高低的市區的東西 裡面 才有那個線條的變化 參加那個期限的表達 那個世界的效果才會好 這也好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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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因為 我們我也有對 盡滿 medically